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覺就是 嘩 這麼像一顆手榴彈 大家好 超級久有沒有跟大家拍過一些好玩的分享 雖然我一直都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用的東西 無論是Vlog或者其他影片 但我回到自己的頻道看 對上一條完全是廣告 分享自己買了什麼有我用什麼的影片 都大概半年左右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更新一下 這一陣子的我用品門 是完全沒有廣告的 大家可以放心服用 好了一開始我想先說一些 三副鞋物類型的 第一個我要說的 在說袋子之前我要利身一下 其實我自己不是經常會追蹤單價比較高的袋子 我看袋子真的是 看自己需要 看自己的風格是否合不合 還有看自己會不會吃 用這三樣東西 雖然即將和打粉粉的袋 單價是高一點 但是完全不是原料 也不是鼓勵大家去買一個單價高的袋子 而且是自己喜歡 也是在用自己的錢 也知道自己會吃 用不會浪費了袋子 才決定買的 這個就是我最近買的一個我很喜歡的袋子 我看到它的第一感覺 就覺得 嘩 這麼像一顆手榴彈 BB這個牌子 它的編織袋 或者它的編織設計 是最出名的 今年也換了設計師 所以在一些比較classic 一些的編織設計上 加入了一些比較年輕 比較新 更換味 比較重的元素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 都能在我手上拿的這個袋子 也正正是這個pattler的款 是正中我的紅心 因為我自己 不是一個時候都會穿到 警方毛 或者很girly 或者很得體 走出間 我自己平時用的話 其實都是找到一個 casual一點 和百搭一點的袋子 另一個很正中的紅心 就是它很輕的 背上肩 其實是沒有什麼負擔 你不會覺得它特別重 因為我的肩膀 頸這些位置比較弱 所以選擇袋的時候 如果真的要成的medic的話 都要用一些比較輕一點的袋子 但是粗線條如我 選袋子的話 也不可以選得太小 因為裡面是放不到任何東西 最低配 都可以放到我兩部電話 我的銀包 和可能一個化妝品 起碼這三樣東西 塞到一個袋子 它才稱之為是一個袋子 或者是一個裝飾品 或者是一個廢物 其實它一打開 就跟我們在外面的袋子 容量差不多 一個大 compartment 有一個拉鍊位 也是一個給你放東西 不是放東西 是分隔的 一個這樣分隔的位置 我可以放完我需要的東西 偶爾都可以塞一兩件廢物 我個人的袋子 真的有很多份 我大部分九成時間外出 用它都夠大夠實 第二個就是一個配件 就是我手上這頂帽子 這頂是漁膚帽 所以漁膚帽 這頂帽子 我想起碼都輕了大半年 但是你知道 不同的季節 在design 在材質上 都會不同的 這個是我今年 剛剛入冬的時候買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跟大家分享 本來想做一條outfit片 但是 香港好像熱了 我之前在很多影片裡說過 我不是一個很容易買帽的人 因為本來的頭比較大 我手上這頂漁膚帽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它本來帽子的位置 就是你的頭裝進去的位置 比較長一點 我買帽子是一定要試的 當我試了這頂帽子之後 我就決定要買 因為我知道這個宇宙裡面 應該沒有什麼漁膚帽 是真的我適合的 其實這頂帽子我覺得直髮大 更好看 穿上一件可能白色的長袖crop top 或者一件黑色的長袖衣 其實那個街頭味就會出來了 唉唷 我現在不配搭 我就不戴著說這麼多話 漁膚帽它本身我覺得都修飾臉型 就是我臉型比較長一點 它可以幫我遮掩一點 所以這個比例看來會適合一點 還有平時可能淡妝 沒有什麼化妝 它都可以遮一遮 我這個牌子 我懷疑是某一個street brand 因為我之前完全沒有聽過 在韓國的wonder place買的 它中價位 我記得買的時候 差不多四萬瓦 五萬瓦 太久了 大概三百元左右 第三個要分享的單品 是一條很舒服的褲 你可以說它是碎褲 你也可以叫它是奔波褲 因為它真的很舒服 這條褲是來自Nike 它的質地是你看到這種 毛茸茸 好像鋼琴布一樣的質地 我這條褲是在美國的時候 我在Nike買的 我買的時候 我是一套這樣買的 上身一件淺藍和Navy配搭的 間條Hoodie 下身就是這條Navy的褲 其實我覺得Hoodie都還好 因為很多上身衣服都挺舒服的 但是褲是真的很舒服 而且很軟軟軟 好像沒有穿褲一樣 我記得我當時拿這一套 去Cashire給錢的時候 那邊的staff是很欣慰的 看到我買這個 他說 我有一位客人也買了這一套 後來再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 這條褲是他人生買過 最舒服 最好穿的一條褲 然後我聽到都覺得 是不是假的 你是不是想認識我買多一條 因為他有另一種顏色 但是我回去穿完之後 真的很好穿 那我當過他穿睡褲 也穿街奔波用 或者拿來襯衣 他都不差的 他是屬於有少少束腳 因為鋼琴布本身的垂脊感 都可以修飾到腳的線條 更加直 那種隨性慵懶的感覺都很出 反而見褲子就不用特別買 我覺得穿到自己肩膀有少少玩 下一樣是真的 超級多人問 就是我只要post上想有他 都會有很多DM去問他身世的一件事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對軍布 這對軍布 其實在我最近的post上 他的出鏡率都多 甚至有一天我best friend 就來問我 其實你是不是沒有另一對客人 他是來自OKB 但是現在應該找不到 因為很久很久之前 ON是純粹說你搭搭拿去襯衣 那當時其實軍布不是那麼多人穿的 但是去到今年 超級多韓國的網拍 或者街拍模特兒 開始穿軍布 那這一對純黑色長度 大概去到膝蓬哥以下 就是他不是過膝的 我的小腿肌也挺大 但是我莫名其妙地 我挺喜歡自己的小腿肌 所以我不想打BOTOS 但是有時在穿一些比較貼身 例如Skinny Jeans 或者穿絲襪的時候 那個線條就不太順 有時拍照會覺得 不是腳關那麼大 軍布這些材料 比較挺一點 鞋型挺一點的款 就會修飾到腳的線條上面的不完美 所以我穿這對鞋 都會有很多人說 你的腳瘦了 你是不是瘦了 其實我是瘦了一點 但是沒有說 瘦得那麼誇張 全靠這對鞋 有時在裡面 還有一些過色的長襪 都挺好看的 O-Yin這陣子有沒有這樣搭 我有的話 我把照片放出來 其實都挺好看的 可惜的是 這對鞋 現在我想應該斷了 因為韓國的鞋款 真的斷得很快 但是因為這陣子 真的很多人在穿 我想你到處看看 或者到O-Yin店裡看看 應該會找到很類似的款 我最近看到他們 是有些衣服搭配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 分享一下 好來分享一下護膚品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護膚品 就是這支Pixi的Grow Tonic 這支Toner 其實我用了兩支 這支是我自己回購 第一支是Pixi 送給我的PR gift 這個Toner 通常是洗完臉 然後用來擦臉 然後再做最後一個step的清潔 因為它裡面有Grycolic S 就是輕輕可以幫你做一個角質的清潔 那抹完之後 皮膚骯髒的時候 我真的看到有一點黃黃啡啡的東西 我在美國行過 看到Pixi的櫃 我都有收到一支做補貨 好了 第二支 也是一個Toner 這支Toner 其實我也用了很久 它就是Claris的 Support Preparation Facial Toner 這支Toner 其實我斷斷續續 是保持著有用 我一開始得到它的時候 它是一些小支的旅行裝 所以我每一次 搭飛機 長途飛行 或者去譬如 某個地方 要睡一兩天的話 我都會帶一兩支那支Toner 但是每次用完 覺得很容易 但又忘記買 去到前一陣子 我在Time Square 看到它的專櫃 所有的產品都有4 size 所以我就以話不說 買了它的Toner 其實Toner 是嚇死人的便宜 我以為這個品牌也有點貴 Toner是一萬三千磅 一百元港幣 那麼大一支 這一支 它就是保濕 滋養的功能居動 它上面是很快吸收 而且很容易推得暈 一聲就吸收了 然後你感覺到 毛孔開始 真的有保水滋潤的感覺 而這種感覺是有感得來 但是很輕盈 我老公的訊息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後就兩個精華 都是保濕精華 那這個呢 就是MTM的 那它呢 它的質地呢 你看到 是比較水狀 流動性強一點 而且 都薄一點 它不算是很rich 很厚的 保濕精華 所以當我皮膚狀態是很OK 沒什麼事的時候 來做一個基礎保濕 來鞏固皮膚狀態的功能 它的保濕力呢 我覺得是中常的 真的OK 即使它的質地是那麼水狀 那麼容易吸收 用得那麼舒服 但是當我皮膚乾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用這一支 它裡面有的都是一些很出名的 也都很有效的 保濕成分 HIRONIC EXIT VITAMIN B5 因為我自己選护膚品 真的成分簡單 直到黃 所以保濕精華 如果它真的做到保濕 和在我自己皮膚上有感 我就會給它一個PASS 我自己覺得它的保濕力 會好過MTM這一支 還有它的急救 令皮膚的水分 由一個低位 崩潰到一個正常偏高的位置 它是做得很快 你看到我已經用了大半支了 但唯一一樣東西 就是我用它的話 我前面或者後面的保濕 step 都會盡量簡單 因為它是比較rich 最後一個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就是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SSD 就是YouTuber 你拍片 或者如果你睡覺 是需要儲存很多資料的話 它真的超級飽好用 因為HIRONIC EXIT 我覺得真是宇宙裡面 最容易弄壞的東西 我經常會說 一跌 裡面的東西全部都沒有 那去到我結婚的時候 公司非常之有向的 Sarah和Mimi 就買了這個POTABLE SSD送給我 我當時一收到 我一會兒一會兒發光 因為它自己都在找一個SSD 來裝它的遊戲等等 但是後來我還是沒有給它 我自己拿來用 超級飽好用 首先它很小 很POTABLE 這個很輕巧的尺寸 應該是一個TB 第二樣它是防跌的 它是防跌至兩米高度 兩米就是一道門那麼高 一道門那麼高 跌下去它才有機會會難 平時我們這些小碰撞 如果有人問我 哎呀不小心 由桌子和椅子掉在地上 的話是完全沒有問題 好了 那今天這個愛用品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告訴我 也可以給我一些壓力 我快點出下一條 因為我真的很想把這個系列 做一個行常的系列 但我有時候真的會忘記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快點訂閱 也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再見 Facebook